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 台湾 takes first 台湾拿到了 夺取了 first victory 第一次的胜利 首胜 那么 in style 这个名词叫做风格或作风 什么样的风格或什么样的作风 那么 in style 两个字合起来变成一个胜大时髦 或者叫做很成功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很漂亮的胜利 非常成功的胜利 在什么样的胜利呢 也就是我们中华队呢 战胜了over意大利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at world basketball classic 这个所谓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我们终于呢 迎来了这个第一次的胜利 打败了这个所谓的意大利队 那么这个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如果有看新闻知道 在这个开幕赛的第一天呢 那么中华队很不幸的 在第一站呢 对上这个巴拿马 可以说是惨败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而这个 这个这个气馁 我们更加的这个检讨 那么再接再厉 终于呢 在第二场的这个所谓的 跟意大利的对战里面 夺得了胜利 那么接着又打败荷兰队 可以说连续两场都得胜 使得这个整个 在台湾呢 人们呢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第一次胜利 击败这个意大利 我们看一下 台湾 secured his first win of the world basketball classic WBC with a 3-min 11-7 result over Italy On Friday March 10th Cheered on by a full house at the Taijong Intercontinental Basketball Stadium was neck and neck up until the 7th in-inning with the two sides swapping leads However, Taiwan edged ahead in the 7th and big three-round homer in the S provide route to victory in what was eventually a comfortable win Taiwan needed to bounce back after bruising 12th to 5th defeat to Panama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e turning and did so in style They are now in second place in the 5-team poor aid standing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首战 胜利的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 整个英文的这个 描述整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 台湾 secure secure这个字呢 是动词叫获得 也可以叫get obtain 或acquire 取得 得到 his first win 他的第一次胜利 什么第一次胜利呢 of the world basketball classic 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 那么WISH带来了一个什么 threaming 非常令人兴奋 振奋 就exciting 或者叫threaming 11 to 7 11比7 11比7 the result 这个叫结果 这个叫棒球赛的结果结局 over 超越了意大利 on Friday 就在这个礼拜五 March 10 这个说是3月4号 那么 Cheered on 那么这个Cheered是被加油打气的意思 那么就是 这个这个加油打气的呢 声音的Bio Full House 满场的 这个Full House 就是整个房屋是满座的意思 就全场那个 欢声雷动 这个非常 加油打气声 可以说吃起比落 这个 也让很多的这个 这个外国人 感到非常的 这个这个惊讶 因为我们那个 听说是个现场 啦啦队 还有整个观众可以说 哇 非常非常热情 带动了整个 这个这个这个 棒球队的这个气势 整个全部冲上来 所以说 这个这个气势也是非常重要 加油打气声 这个可以说是满座 非常非常精彩 Chered on the full house 这个台中 In the Continental 加油打气声 不断的冲啊冲啊冲啊 一直叫 再加上啦啦队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带动之下 哇 整个气势 所以呢 这个这个所谓的 在台中的 洲际 棒球 Stadium Stadium就是大型的体育场 非常大型的Stadium 那么 It was 这个很重要 Neck and Neck Up 什么叫Neck and Neck up 就是 这个所谓 势均力敌 互有消长 那么直到这个 这个 7th Inning 就是这 一直从第一局 打到第七局的 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跟意大利是 这个互有消长 一下他领先 一下我们领先 这个地方有写到 With the two sides Swapping Swapping就是 互相交换的 Lead的领先 一下他超出来 一下我们超出来 就彼此在 互操了 互相的 这个 Cover对方 超越对方 但是呢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 开始冲出来 所以台湾 Edge Edge 这个字本来是边缘 就是一点点 凸出来一点点 那个边缘 但是呢 它当动词 叫做 不断 就是往前进一点点 就是渐进 那么什么 Edge Ahead 这个本来是动词 但是变成一个形容词 因为它加了D 渐进式的往前 就是小福的领先 那么在什么时候开始 小福的领先 这个In the sevens 在第七局 第七局开始 之后开始慢慢逐渐领先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三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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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之路 在所謂的in what was eventually 最後的這個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很輕鬆 但是我們 很舒服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輕鬆的這個 win取勝 那當然因為我們 這個不但有這個 小幅度的領先 而且又打出了一支漂亮的這個 這個這個 全力打 那整個後面氣勢如虹 那加油 加油打氣聲 哇 整個那個觀眾 本來是 exciting 到了極點 整個都沸騰了 所以都贏得了這個比賽 那麼 Taiwan needed to bounce Bounce 這個叫彈跳 彈尾 這個bounce back 叫反彈 叫反彈回來 為什麼呢 After a bruising 這個bruising 這個是名詞叫挫傷挫敗 但是這個地方行動詞 叫十分激烈的 12 to 5 12比5 也就是 我們這個defeat 失敗 失敗給誰呢 Panama 就是在對戰這個 巴拿馬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說激烈的失敗 叫慘敗 第一戰慘敗 所以這個時候 第一戰完的時候 很多人 啊 very sad 非常痛苦 怎麼台灣對這個主場 就輸得這麼慘 很多人這樣 沒戲了 很多人可能 就像我們在看 以前在看那個 周星馳的那個電影 就看到一半 走了走了 椅子都已經在橋 很多人都已經走了 沒想到突然有一個 這個振奮的螢幕出來 就逆轉勝 就是我們 突然在意大利這邊開始贏了 這個令很多人 非常振奮 本來那個心情已經到了幾點 很多人在收椅子 可能就準備要出去了 沒想到又跑回來 又跑回來 所以說這個 這個所以說 這就是這個 所謂的開幕式的這個 tourney tourney 就比賽的開幕式的時候 這個輸給了這個 所謂巴拿馬 12比5 而且呢 除了說我們要彈回來 反彈回來之後 就開始要贏之外呢 而且要ditch so 這麼做 這麼做就是反彈 這麼做呢 in style 非常成功 就漂亮的反彈 這次反彈的真的很漂亮 因為不但 這個 打敗了意大利 再戰荷蘭 又把荷蘭給打敗 連兩勝 那之後可能是要 要對戰古巴 或者直接到 到日本去 不斷不斷的 這個征戰 希望能夠拿到最後的這個 總決賽的冠軍 這個是我相信很多人的希望 很多人希望 所以呢 They are now 他們現在呢 in a second place 那麼總積分 這個是來到第二名 在這個所謂的 五個球隊 鋪我過一個碎石 就是這個組別裡面 這個組別的 standing 積分方法 是再來到第二 第二名 當然現在 應該這個民視 積分應該不斷的要往上堆了 往上 往上提高 當然我們很多人 台灣的人 一定 現在全部都在集氣 希望能夠 我們的中華隊能夠 步步的前進 步步的英雄 一直不斷的 大勝仗 爭戰 在這個世界經典棒球會 這個賽裡面 得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這是我相信 全國大家 共同的希望 當然也希望整個今天的節目 如果對大家兩次 覺得這個滿意的話 也別忘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一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的新訊息 期待 下次新聞英語見面 謝謝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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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